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表情 是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笑容 我们还需要什么? 微笑与我们就像是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重要 给成功者一个微笑,那是赞赏 给失败者一个微笑,那是鼓励 给快乐者一个微笑,那是分享 给悲伤者一个微笑,那是安慰 我的一位朋友住院 去看他本以为他会愁容满面 没想到他却一脸的笑容 他是小学的语文老师 他从诊下拿出手机 说 我班的学生听说我病了 想来看我 我没让他们来 都是小孩子呀 他又笑了接着说 他们说要送我一个礼物 结果他们找了好多的笑话 让父母用手机发给我 有位哲人说过 生活是一串烦恼的念珠 乐观的人是笑着数完的 的确 微笑是世界通用的最美丽的无声语言 微笑也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 我们需要通过慢慢的适应 习惯来养成这种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公益行为 每天阳光都照耀着我们 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那是因为我们习惯了 微笑是心灵的阳光 愿他每天也照领每一个人 两个嘴角翘起来 眼睛眯起来 对 就是这个样子 让微笑成为习惯 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从心底给自己绽放一个微笑 给自己道声早安 告诉自己新的一天开始了 新的阳光 新的空气 新的雨露 新的花草树木 一切是多么的美好 上班时见到同事 别忘了展露一个最真诚的微笑 微笑感染了别人 也快乐了自己 在微笑的环境中工作 那是一种愉悦的幸福 在微笑的心态下工作 有着不同寻常的效率 晚上睡觉前 也要给自己一个最舒心的微笑 在微笑中洗涤忧伤 积聚甜蜜 给自己道声晚安 在微笑中进入甜美的梦乡 生活是一面镜子 你对他笑 他也对你笑 那么时刻微笑吧 一 天价的微笑 在几十年前的美国 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励志小故事 在加州住着一位六岁的小女孩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他遇上了某位陌生人 陌生人一下子给了他四万美元 一个小女孩在突然间 受到这么一笔大金额的馈赠 消息已经传开 几乎整个加州为之疯狂骚动起来 记者们纷纷找上门来 采访这个小女孩 小妹妹 你在路上遇到的这位陌生人 你认识她吗 她是你的某一位远房亲戚吗 她为什么会给你那么多钱 四万美元啊 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那位给你钱的先生 她是不是脑筋有点问题 小女孩露出甜美的微笑 回答 不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是我什么远房亲戚 我想 她脑筋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啊 尽管记者用尽一切方法追问 仍是完全无法一探究竟 最后小女孩的邻居和家人 试着用小女孩熟知的方法来引导她 让她回想一下 为何这个路人会给她这么多钱 这位小女孩努力地想了又想 月末过了十来分钟 恍若有所恶地告诉她的父亲 就在那一天 我刚好在外面玩 路上碰到这个人 当时我记得对着她露出微笑 就只有这样啊 父亲接着问道 那么对方有没有说什么话呢 小女孩想了想 答道 她好像说了句 你天使般的微笑 化解了我多年的苦闷 爹地 什么是苦闷啊 原来这个路人是一个富豪 一个不是很快乐的有钱人 她脸上的表情一直是非常冷酷而严肃的 整个小镇上根本没有人敢对着她笑 而当这位富豪突然遇到一个小女孩 对着她露出真诚的微笑 使得这位富豪心中不自觉地温暖了起来 甚至能够在当下将尘封不知多少年的紧闭心门打开来 于是富豪决定 给予小女孩四万美元 这是她对那时候 她所拥有的那种感觉 自己定出的价格 二 用微笑钓鱼 两个钓鱼高手一起到池塘锤钓 这两人各凭本事 一展身手 隔不了多久的功夫 皆大有收获 忽然间 池塘附近来了十多名游客 看到这两位高手 轻轻松松就把鱼钓上来 不免感到几分羡慕 于是都在附近去买了钓杆 来试试自己的运气如何 没想到 这些不善此道的游客 怎么钓也是毫无成果 用微笑钓鱼 话说那两位钓鱼高手 两人个性完全不同 其中一人孤僻 而不爱搭理别人 单想独钓之乐 而另一位高手 却是个热心 豪放 爱交朋友的人 爱交朋友的这位高手 看到游客钓不到鱼 就说 这样吧 我来教你们钓鱼 如果你们学会了我传授的诀窍 而钓到一大堆鱼时 每十尾就分给我一尾 不满十尾就不必给我 双方一拍即合 心表同意 交完这一群人 他又到另一群人中 同样也传授钓鱼术 依然要求每钓十尾 回馈给他一尾 一天下来 这位热心助人的钓鱼高手 把所有时间都用于指导锤钓者 获得的竟是满满一大楼鱼 还认识了一大群新朋友 同时 左一生老师 右一生老师 备受尊崇 同来的那一位钓鱼高手 却没享受到这种乐趣 当大家围绕着其同伴学钓鱼时 那人更显得孤单落寞 闷钓一整天 简是竹楼里的鱼 收获也远没有同伴的多 人生就如同钓鱼 用微笑钓鱼 好过用鱼竿钓鱼 倘若你一个人静静钓鱼 却不曾仰望蓝天 那么你终会发现 原来你收获的鱼儿实在太少 也许一个微笑对蓝天 很多美丽的鱼儿 便会涌向你的怀抱 不记得是在哪里了 当时的情景非常奇妙 一个双腿残疾的小女孩 正在广场上吃力地走着 屋子很不稳 摇摇晃晃 仿佛风一吹就会马上倒下去 在不远处 一个男人注视着她 应该是她的爸爸 许多路人都望着她 都在心里同情她 在心里为她加油 所有人都被她坚强 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染 我盯着神思绪万千 她路过我的身边 一个亮墙 我连忙扶住 她才站住 然后微笑着说了一声 谢谢 那微笑不是敷衍了事 而是充满无限感激的 那眼神透着倔强 透着坚强 我记不清见过多少个微笑 但只有那个小女孩的笑 是渗透心灵 渗透灵魂的 我无法用文字准确形容那微笑 我觉得不管什么词 都不能与那个微笑媲美 微笑的样子渐渐模糊了 但那份感动却涌藏心底 不论怎样也不会忘记 就像那含苞欲放的花朵 真诚而善良 在微笑中 洋溢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是的 在困难中 只有勇敢的大胆的微笑 才能活得精彩 活得出色 我敢肯定 那个小女孩 肯定被人嘲笑过 但在上帝的不公前 在生活的磨难中 她还能流露出 那么纯真 那么真诚的微笑 令我佩服至极 想到我碰到挫折时 不是选择哭泣 就是想要让别人帮助 要不然就是干脆放弃 和那个小女孩比起来 真让我自残行贿 渝果说过 生活就是面对真实的微笑 就是越过障碍 注视未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